我会怎么回答 以前我就会回答说 没有就当然没有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 我发现被忽略的毛病 评讯们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顾顺祥 学了三年国语 对中国文化特别有兴趣 身为怀疑 我觉得现代人常常不了解中国文化 比方说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当我回答说我是在德州出生的美国人 他们总是不满意地重复地问 你真的是从哪里来的 虽然我觉得他们的问题莫名其妙 但是我还是重复了我的回答 他们总是仍然不满意 以前我很困惑 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他们是想知道我的祖宗是从哪里来的 以前学校的老师跟同学一看我的肤色 就认为我只是中国人 小时候我在家说广东话 可是因为我是我班上委的中国人 我的老师不相信我会说英语 还有好多人欺负我 渐渐渐我不再跟我父母说广东话 为了就是想融入学校的同学 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排斥我 慢慢地我也淡忘了我自己的文化 现在我非常后悔我当时候的选择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我已经会告诉我自己 顺强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神 只要记得你自己是谁 就可以了 现在的美国有一个毛病 我们自夸我们这个多种族的大种族 还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比以前宽容和接纳多了 但在事实中 我们陷入一个已成不变的情况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处境很好 没必要改变 很多人以为他们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文化 事实上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的文化 并不愿意了解或接纳其他的文化 所以我要做中华文化的大事 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